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超级大主部 作者浪高三尺三 由大斌为您播讲 李高楼花了足足一整天 身体才算是恢复不少 如愿以偿的 他见到了卡尔金夫 房间里只有他们两个人 这次卡尔金夫再没有了 之前在广场上的冰冷 冲着李高楼露出一个微微的笑容 你的易容水平的确很高潮 了不起 没想到大魔王啊 开口就是称赞 李高楼笑了笑 说到底啊 吴凡的身份还是别暴露的好 毕竟之前大魔王啊 那是特意替自己打了掩护了 你的伤没事了 毕竟彼此不是第一次见面 而两次见面都是大魔王出手相救 所以李高楼的确很感激眼前的这个男人 虽然说之前自己在荒野区放走他 完全呢是顺带手 根本就不是他主观意愿 不过人家能做到这份上啊 也着实啊 让他心生感激 已经没事了 如果不是你的话 我可能还在荒野区 任何人都是渴望自由的 卡尔金夫也不例外 事实上哪怕是他自己 他都没想到自己啊 还可以从那个鬼地方出来 重见天日 因此他对李高楼的感激啊 那是非常真实 而且平生 卡尔金夫啊 他很讲意气 胡德的尸体 在什么地方 李高楼终于开口说话 他还是问了自己最想知道的那个问题 胡德之前被自己打断了 伎俩还可以爬起来重新战斗 李高楼可是不会那么容易忘记那个画面 尤其是当时他已经有了一些相关猜测 所以他现在迫切的小求证 没想到李高楼会突然提起这个事情 大魔王啊稍微犹豫了一下 想了想之后 他摇了摇头 那些事情啊 知道太多 对你没好处 很是认真的眼神 可以看得出来 大魔王是真不想让李高楼去接触胡德的尸体 并不是什么特殊的原因 而是不想让他牵扯进更多的麻烦里 说到底在大魔王眼中 李高楼只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少年 相比于自己的话 他知道的越少 他活的也会越久 而且越开心 有些烦恼实在没必要自己去寻找 同样看着对面的大魔王李高楼 马上就明白他的想法 他却没办法告诉他 有些烦恼自己早就没办法脱开了 于是李高楼开口说 我想看一看 非常感谢你 这次大魔王啊 没再多说 点头答应 十几分钟以后 两人在一间特殊的隔离室里 看到了摆在台子上的胡德 因为一拳被大魔王 轰碎了脑袋的关系 所以胡德现在这模样啊 的确有种说不出的凄惨 尤其是那脑袋 如果他还算上是个脑袋的话 那根本没法直视啊 不过这两个人也不是什么普通人 就这点小场面也算不了什么 认真地把尸体检查了一遍 李高楼从旁边拿起了一把手术刀 看得出来 大魔王把尸体安置 在这样一个连手术刀都准备好的地方 很明显人家要准备进行解剖啊 既然如此 倒不如自己动手试试看 卡尔金夫有点意外地看了看李高楼 他早就知道这小子不同凡响 但是现在看来 自己了解的还是不够多呀 那接下来 就在大魔王的注视之下 李高楼进行了一场现场的解剖手术 从头到尾 他手中的那把刀稳稳的 没有任何的颤抖 最终短短二十分钟 胡德整个人非常干净的 就躺在手术台上了 为什么说非常干净呢 因为李高楼和卡尔金夫 都看到了他那一鱼长人的骨骼 看着眼前血肉已经被剃干净的骨头 李高楼证明了自己之前的猜测 胡德的确是人造人 而且要比毒蝎的等级更高 很难想象 居然会有这样的科技技术 真是个怪物 口中呢喃了一句 李高楼轻轻地摇头 忍不住他再度翻开生死 不想看一看关于胡德的记载 但是这一看呢 却充满无奈 不是说等级不够看不了 而是胡德八年前就已经死了 那至于他为什么会这样 完全得不到相关解释 这一点李高楼早就有所准备 毕竟当时毒蝎 就是这种状况 再说明白点 他们这种人造人呢 已然跟命理之术有点相悖了 因为毕竟他们不是人了 命理之术是天定 而人造人的一切 鬼知道谁弄出来的 不过却也从这段叙述当中 发现一个问题 那就是胡德的改造实验 应该是在八年前进行的 突然大魔王低沉的声音响起 他有些唏嘘地说了一句 没想到他还是接受了改造啊 这句话让李高楼充满了好奇 很明显大魔王应该知道 这种改造 卡尔金夫先生 到底是什么人对他进行了改造 之前在非洲的时候 我就遇见过一个 这已经是第二个了 关于非洲的事 他刻意说出来 因为他想跟这卡尔金夫 表达一种态度 就是有些事 你也没必要瞒着我 自己对于这种人 我已经有所了解 而且我不是一无所知 果然卡尔金夫觉得很意外 不过他看到李高楼迫切的眼神 想了想之后他坐了下来 你知道全球 每年会有多少人失踪吗 这个问题小李同学一愣 他没想到他问这么一句话呀 不过他摇里摇头 他的确不知道 一千多万吧 全球每年都会有一千多万人神秘失踪 而且是牛映现代中 卡尔金夫这句话让气氛 莫名变得沉重 尤其是一脚子 更让李高楼感到惊骇 没那么多吧 的确啊 全球一共在多少人口啊 就这么一个赤裸裸的数字出现的时候 总会让人觉着难以适应 感觉不相信 当然官方数字没那么多 而事实上 很多人的失踪是没有被记录在案的 李高楼点了点头 很多事情暴露出来的 远没有隐藏的东西 更让人触目惊心 这一点倒的确如此 那么你知道这些人都去了哪吗 猛的愣了一下 李高楼啊 他下意识的想到一些平常的常识 就是新闻里看到什么失踪了 让人拐卖了 结果大魔王啊 露出一丝讥笑 官方给出的答案 往往都是拐卖之类的 可是 你觉得会有那么多人被拐卖吗 大魔王明显是在引导李高楼 而小李同学则是沉默着 他知道大魔王一定会告诉自己答案 否则的话 没必要跟自己说这些 而且 他的答案也必然跟人口失踪有关系 人体改造实验 很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只不过没人知道而已 除此之外 这个世界上不知名的地方 所正在发生的事情 很多都难以想象 你明白吗 没人想到 这样一个被人称之为恶魔的卡尔金夫 会说出如此沉重的话来 别人听了或许觉得不可思议 但是李高楼却完全相信 并且认为这非常真实 因为他已经遇到很多了 不论是深海科技 关于拉默病毒的研究 亦或者是乌卡草原 深处河高安的基因改造实验室 如今想来 不正是如此吗 感谢观看